泰国即将彻底开放,就等你来了 疫情将泰国禁止了两年多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病毒 奥米克戎的致重症率非常低 反正大家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干脆就与病毒共存吧 现在新冠确诊者去医院直接看门诊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对于确诊的人一点也不恐惧 就只戴一个或两个口罩而已 就如同对待感冒一样 很多确诊的泰国人对于这个病毒的态度也非常缓和了 就如同一个感冒一样 在泰国经过4月份继一步开放入境条件之后 这下把全世界的游客给高兴坏了 蜂拥而至 冷清取久的曼谷机场久违的热闹又回来了 国际游客大量进入泰国 对泰国的经济复苏点延了希望 这可以当局高兴坏了 百姓也高兴 与其饿死不如放手一搏 也许疫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收入 当局决定5月1日开始 彻底进行全面开放 无论是否打过疫苗的人 满足条件都可以免隔离入境 无论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泰国 海、陆、空、Test Go 都不用再提供72小时和48小时的核酸检测 是不是很爽 对于打了完整疫苗的人 不需要出发前72小时的核酸检测 不需要入境后的核酸检测 不再需要一晚的隔离酒店预定 直接通过边境海关的完整疫苗通道入境 不再有任何的防疫限制 对于未打疫苗或没有打完整疫苗的入境者 如果能提供72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 同样可以免除隔离措施 对于这部分人群 如果不能提供72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则仍然需要预定5天的隔离酒店 并还有两次的核酸检测 入境后隔离5天 并在抵达机场和结束隔离前各做一次核酸检测 这个决定来泰国玩 终于可以说走就走了